你知道被世人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 背地里是一处无人敢闯的境地吗 它被具有超强实力的重兵把守了将近三四十年 直到现在 任何普通人依旧无法靠近昆仑山 因为所有能深入山体内部的道路 都被长期驻扎在那的官兵封锁着 不管是赫赫有名的探险家 还是普通游客 只要妄想接近这个地方 就会在第一时间被官兵劝退 明明就是一处风景圣地 为何不准外人踏足呢 军队的这一做法也让人不禁猜测 在昆仑山的深处是不是有什么 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不然如何解释这处地方能得到上面如此重视 并且还生怕外人闯入后窥探到 其中的惊世大秘密 甚至后来有知情人透露 昆仑山深处藏着会吃人的龙 他的性情极为反常 还是血成性 而他的弃身之所就在山上的某处峡谷当中 说起来峡谷的名字也比较神奇 名字里正好带了龙字 叫做乾隆渊 人们一听昆仑山上还真有个巨龙藏身的地方 便对此深信不疑 但怪事可不止这一桩 之后又有人说自己亲眼目睹了 具有人类形态的螳螂人 这才是重兵守护的真正秘密 尽管这些都是 关于昆仑山极具神秘色彩的传闻 但还是有不少人开始惶恐过安 如果这种未知又具有攻击性的生物 在未来的某一天从昆仑山溜了出来 那么他们普通民众岂能应对 对峙上这样的生物 明显只会有两种结果 轻则伤身重则丧命 可话又说回来了 这些闻所未闻的神秘生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昆仑山 一一来揭开这座山脉的神秘面纱 昆仑山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蕴含着浓厚灵气的圣地 从许多之怪小说当中可以看出 古人当初有多偏爱之处通灵的地界 无数修行之士都会来到这里修炼生仙 我想现在的大多数人 对于昆仑山都是之文其名 未见其身 不过大家一定听说过 许许多多的关于昆仑山的神秘传说 比如位于奈伦格勒峡谷附近的地狱之门 这个地狱之门也被称为死亡 那么到底有多恐怖呢 据当地人描述 附近成群的牛羊没有一直敢踏进那个区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的形状 又处处透着诡异 为何他们要称它为怪物呢 那是因为这个怪物的头部非常明明 四肢又长又细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螳螂外形类似 据说它的身高能达到两米 头部和躯干的比例严重失调 但动作却格外灵活 有着惊人的弹跳力 总体来说 这只怪物很像已经化成人形 却又保持着一部分原始体态的螳螂 而且虽然它的眼睛很小 却透着锐利吓人的光 似乎在气势上就已经压倒了在场所有人 在科考队出现在它面前的那一刻 这只人形怪物便做出了攻击的态势 可以看出它从一开始就把它们 当成了入侵领地的敌人 根据幸存者事后回忆 当时这个浑身充满危险性的生物 一看见它们在洞内升起的火光 便猝不及防地朝它们发动了攻击 而科考队的这群人都没有抵御此类生物的武力 最后的结局十分惨烈 只有离洞口最近的两个人侥幸逃脱 保住了性命 这个完全未知的生物被它们称作为螳螂人 而从虎口逃命的两人 一回到昆仑山上的驻军基地 便将详细情况汇报给了军方 一听是杀死那些人的凶手是螳螂人 将士们都有些不敢置信 第一反应是他们说了谎话 但这些为科学献身的人 凭生最大的追求便是研究 绝对不可能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 相比之下 将士们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的说辞 这是可非同小可呀 毕竟死去的那些人都是 国家重点培育的科研考察精英 每个人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次性失去那么多人才 不管是对于国家还是科研事业来说 都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所以第二天一早 当地的驻军部队便派了 作战经验丰富的一个班 去那处洞穴一探究竟 果不其然官兵们刚踏进这处溶洞 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联系到昨日幸存者说的话 众人对着直立的怪物毫不迟疑地开了枪 按理来说 不管是什么生物碰上子弹 都会被一击毙命 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与官兵对峙的螳螂人丝毫不惧怕这场子弹 反而极其灵活地四处躲避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只螳螂人似乎钢铁不轻 没有一发子弹成功打穿了他的外壳 于是当场的形势瞬间就发生了变化 官兵们直接处在了烈士 而螳螂人挥舞自己长而尖锐的前肢 朝着官兵们逐渐逼近 最后这场斗争我们人类再次败下阵来了 整整出动了一个班 却只剩下三个人回营地 这就叫人惊惧了 究竟是何方怪物 不仅能刀枪不入还能藏匿在昆仑山数百年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它竟然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和温度 不过对于这只螳螂人的传闻 是没有官方报道的 更未得到科学的证实 有人说不排除官方觉得此次伤亡人数过多 会造成民众的恐慌 于是选择了全面封锁消息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排除 这是少数人未博眼球 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故事 那么我们不禁联想到 之前引发热议的另一个有关于真龙赤人的传闻 也是未经证实的事件吗 这则事件发生在2006年 由于自古以来 龙在民众的心里都代表着神圣不可冒犯的存在 也可以说是既爱又怕 所以昆仑山上有真龙的消息已经传出 就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 据说有人在一处洞穴中偶然发现了一条真龙 还晒出了相关图片 这下有图又有真相 但似乎听起来可信度并不高 让网友们一时之间拿不准到底该不该相信传闻 好在没过多久 相关专家亲自去昆仑山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与探索 确实发现了一种神似真龙的生物 不过经过研究 专家们向识人解释那是一种名叫动员的生物 这种生物长相确实十分像龙 因为它的头部周围有着很多类似龙须的腮丝 嘴也是往外吐着的 更巧合的是 作为两栖动物的动员有着宛如龙爪般的四条腿 也难怪会被一些人错认为龙 而那些传闻自然是 由于人们一传十时传百 给直接夸张了数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的科学家们再度前往昆仑山 试图成功找到造成众多诡异事件的原因 而这次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身携带的全是极其先进的机器设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他们离死亡谷越来越近的时候 手里的设备显示这附近出现了瓷异常 并且随着他们不断深入 这种瓷异常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他们立马对该地区的瓷力现象 进行了精确的检测 结果显示死亡谷中带有 能达到三千高斯的强瓷性 也就意味着只要有人被这里释放的瓷性击中 那个人就能瞬间丧生 而这种强地瓷效应会导致云层放点 使该地区在某一时刻形成打雷之类的自然现象 由此也能解释为何当年那位牧民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却残留了被灼伤的痕迹 而常年派兵驻守在昆仑山各处 想必也是为了防止误闯的百姓平白丢掉性命 正如民间老话所说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昆仑山一直以来发生过的诡异事件 实在是数不胜数 有的能够用科学原理解释清楚 但也有一部分很难在事件上 惯以某种科学的定义 而我们更是无法得知死亡谷强大磁场 形成的真实原因 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还请大家先不要太过惊慌 通过一系列的追根溯源 我们人类总有办法得到最准确的答案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